送佛送到西,帮人帮到底,你也不必费力破这结界大阵了,我们便将这里的结界大阵给你撤了,但你要记住今天的话,不得让这里的摩修离开这里后四处为害。 四人深深看了凤九一眼,挥手间便将这里的结界阵法撤掉。 四位帝君将结界阵法撤掉以后便消失在天空中,随着他们离开,那股从天空中笼罩而下的强大威压也随之消失。 下方的众人这才轻呼出一口气,结界和法针都解了吗?真的解了吗?我上去看看。 有人喃喃问着,脸上尽是不可思议。 一名羞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,顾不得自己还受着伤,当下便提气而起,灵通而上。 此时的凤九看着这个悬浮之地的周围,那原本如同被白云遮着的视线已经开始出现在眼前。 蓝天白云之外,入眼所见的是下方的一些森林,还有一些城镇,果然如此。 他绝美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来,这地方还是在这片上游大陆这里,只不过这悬浮之地是在天空之上,白云之巅又被不以结界和阵法。 下方的人看不到这里,进不了这里,而在这里面的人也同样出不去,看不到外面。 真的解开了,真的解开了。 陆陆续续临空而起的魔羞们看到那外面的一幕后,纷纷激动不已,一个个放声大笑。 然而他们并没有忘记是谁给了他们重见天日的机会,并没有忘记是谁给他们争取离开这里的机会。 于是那近两千名的魔羞,无论是在半空中的,还是在下方林中的,纷纷恭敬而感激地嘲讽酒,行了一礼。 多谢凤主。 行了,既然结界和阵法都打开了,那你们便也离开吧。 不过,到了外面,要记得我说过的话。 是,我等告辞。 众人齐身硬着,有的直接临空而起,有的大笑预见而行,有的祭出法器往外飞。 不多时,那些人便全部离开了,只剩下凤城中的众人。 凤九则在这时,重新布下了一个结界大阵,将这整个悬浮之地隔绝起来。 结界布下以后,他才从半空中回到凤城中,看着众人,他缓声道。 眼下这里面的魔羞都离开了,这地方我重新布下结界,以后未经允许的人都是进不来的。 而这里,我需要几个人镇守,你们当中,有谁愿意留下来守着。